全球的钢铁粉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灵电志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丽兰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Dr. Liu Show的会课室 首先我们来欢迎我们的Dr. Liu 观众好 各位钢铁粉们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 我们要访问一位从中和来的朋友 他看起来只有二三十岁 可是他告诉我说他四十岁 大家来看看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年轻 然后他这么年轻又为什么会来找到钢铁医生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访问这位好朋友 听说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症状 我也没听说过 那我们现在来专访他 来 我们来欢迎一下Hank 主持人好 刘医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Hank 然后我叫做杨哲豪 然后我来自中和 我本身是一位摄影师 也是一位潜水教练 我的职业除了拍照之外 就是说我考上潜水教练 就是希望以后能够担任水下摄影这个工作 然后可是在考潜水教练这段期间 我就频繁的去潜水 然后因为自己的疏忽不小心 然后得到了潜水肤病 然后什么是潜水肤病呢 潜水肤病那其实就是 当你就是下伸到海底去的时候 然后海底如果每10公尺 增加10公尺的话 它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力 那如果增加我们平常潜水的话 都在20米30米之下 然后大概就是会三大气压到四大气压之间 然后我们平常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 它其实是一大气压 那差别是很大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差别压力是很大 是因为是说 如果你在两大气压的情况之下 像你们现在 我在两大气压之下 我所吸收的呼吸一口空气 等于就是你们现在 吸两口空气的那个量 了解 对也就是说你体内的空气里面 80%左右是氮气 20%左右是氧气 然后如果你到更深的地方去的时候 其实你吸一口空气的话 你的氮气跟氧气都是会超量的 但是因为氧气它会由人体给吸收掉 那么所以没关系 但是超量的氮气呢 它就必须要透过慢慢的上升 然后让氮气就是要慢慢的这样子 透过你的呼吸 这样子把它排出去 但是如果你的上升速度太快的时候 那么氮气就会在你体内产生气泡 就很像一瓶气水里面 如果你把它摇晃的时候 其实气水瓶里面压力是很大的 然后外面压力是小的 可是如果你把那个气瓶一打开的时候 然后就跑出来 你想要看那个气泡 如果在你身体里面到处流穿的时候 对 那就是说会造成 如果堵塞在你的关节的话 你可能就会关节痛 堵塞在你皮肤的话 你皮肤可能就会皮肤痒 或者是有大理石的斑纹 如果堵塞在你视网膜的话 可能你就会视力模糊 甚至是失明 堵塞在神经的话 你可能就会头晕 昏迷或甚至是死亡 然后在那个堵塞在大脑的话 那就容易会中风 哇 博士这是怎么回事啊 有这么严重吗 所以看到哪里啊 堵到哪里就有哪里 看运气 是是是 那跟你也得到这样的问题的病吗 对 我有得到这样子问题的病 然后因为在得到潜水肤病的时候 我本身的症状就是 眼睛视力模糊 跟头晕 还有四肢无力 对 然后在这段期间呢 就是说 如果你得了潜水肤病之后 你一定要介绍进高压治疗 那它透过高压的方式 把你的气泡再缩小 然后再呼吸纯氧 然后纯氧的时候 再把你体内的氮气 给它再排出去 对 然后我做过了这么多次的 高压氧的治疗之后呢 其实本身的后遗症还是在 并不能把你治疗好 没有办法 我那时候没有百分之百的痊愈 是 那你又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呢 我的后遗症的话 就是头还是依然会晕眩 然后四肢会痛 然后我呼吸的时候胸口会痛 OK 对 然后在这痛里面的时候 我在做高压 在做到最后那几次的时候 我有跟医师讲说 我依然是还有这些的症状 可是医师就跟我说 这没有办法 就只能就是这样子了 就最好的状况就是把你医疗到略痛 小痛 就这样 还是会痛 对 OK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OK 然后我就是说 我知道就是说医学的极限 他已经能够帮我到这边了 是的 然后如果要把它完全到好的时候 那就等到医学之外的事情 医学以上包括奇迹 包括什么逆转之类的事情 然后很有机会就是 我在有一次的广播节目里面 我听到刘医师的一个上广播节目 然后他有提到他一周只吃其餐 是 然后呢 那就说他把以前自己的身体的疾病都逆转了 包括什么 三高 三高肥胖 那是好像一百一十几 一百一十五公斤左右 还有高血压吗 都有 什么都有 该有的都有了 这在我的认知里面 其实高血压 糖尿病 那些的东西 要吃要吃一辈子 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本身 我妈妈是糖尿病 我爸爸是高血压 他们都是持续地拿药 没有在断过的 所以你有这样的叫家族史的这样的 我有这样的家族史 OK 然后再加上说我本身也有高血压 刚发现了 对 他有高血压 然后虽然这也是造成我潜水肤病的一个 容易耗发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 是 我知道就是说 哇那真的是太神奇了 那可以把这些三高的病 然后把它逆转成功 那我觉得我自己这潜水肤病 我觉得我也有这个机会 我可以去试看看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博士会治疗潜水肤病 我也没有听说过 是 那你怎么有把握说 他可以把你治疗好了 大概在十年前左右 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做 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 然后里面的一个医生 家庭科医生 因为他自己的太太 就是本身有那些也是 好像是肌肉无力症 肌肉疼痛症 肌肉疼痛症 就是渐动 常常会痛 会变渐动 OK 因为他本身是医生 所以他也是认识很多医生 拿了很多名贵的药 吃了之后其实都没有用 是 然后后来他就是透过营养的方式 给他的太太吃了营养之后 然后就 他太太就起肌肆的恢复了 是 对 然后他也 他后来他在美国职业的时候 他也都是用营养的方式 替病人来治病 然后我知道就是说当我这种方式没有办法在根治的时候 唯一能够 我告诉自己唯一能够好的方式 我相信只有营养 所以你就找了营养大专家 对 找营养大专家 那时候就想说 如果自己想要身体痊愈的话 那我得飞一趟到美国去找那医生 那多么辛苦啊 可是台湾就有一位 花费是很贵的 很贵 而且治疗 治疗美国是非常贵的 不是一点点贵而已 对 然后在台湾刚好就 在找刘医师咨询之前 我就先看了刘医师的书 把三本都看完 了解到里面的那些 原来刘医师在讲营养 我就很高兴的是说 太棒了 我不用飞到美国去找 去找那个医师来帮我治疗 台湾就会懂营养的医师 来帮我治疗 我也不知道刘医师到底会不会就是 治疗我的潜水浮病 你能把它治好 但我知道营养是一切 我觉得找刘医师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试试看 对 然后刘医师给我的建议之后 那就是当然就是进食 每周333 再服用刘医师为我量身打造的营养处方 OK 然后在三个月的期间的时候 我身体所有的病状都好了 真的吗 是这样子的吗 刘医师 当我听到潜水浮病的时候 我们医生通常有一个习惯 叫做不懂装懂 就是说我什么都懂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一片空白的 老实说 他说潜水浮病 以前在书本上有读过 所以我当时跟他的对话还蛮有板有眼的 我还讲得出来 这个氮气占这个大气的78% 氧气21% 还有1%是一些稀有的其他的空气 像害气什么的 他就说这个医生好像蛮懂的 我只会掰到这里而已 但是我的招数就是这样 虽然我不懂 先进食 好 先烂跑 就是这样 看你要不要做 看客就很奇怪的 他就是 他都没有什么怀疑 他当时来的时候就是 肥肥的 但是他的体脂肪 他状况不错 但是他的体脂肪是高的 那个时候是几公斤呢 我那时候找刘医师的时候 73公斤 然后有点小肚子 然后体脂肪23% 其实看起来就像一个标准的 我这个年纪该有的一个身材 就是这样 对 正常 可能正在发福的过程 但是也还没有 就是以一般的 这个标准上看还蛮好的 但是我看到说 这个体脂肪应该要降一下 越高了一点 他都有听 他都有听 他就开始做 结果后来也真的 这件事情有产生了影响 因为氮气会卡在脂肪里面 对 容易 非常容易吸收 是是是 你可能房间弄小一点了 他就没有办法躲在里面了 是这样的 就让他无所遁形 无所遁形 那后来你的体脂肪到了多少呢 我跟着到刘医师的这样子做法去做的时候 我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体脂肪从23%降到15% 降了8% 哇 漂亮 这个很厉害 没有漂亮到这样 谢谢 还要再努力 还要再努力 没有尽头 希望到刘医师这样子 这个实在是 就是说相信 虽然还是有疑问 都没有办法 像刚才汉可有讲一个很好 他说我现在医疗就到这里 我现在需要的是医疗以外 或者是超越医疗的东西 奇迹 但是奇迹是随便就会发生吗 好 那再来看 可否逆转 对 那就是在我身上看到逆转了 接下来看到 这个书上面讲营养 OK 他就来找我探讨这件事情 但是对潜水附阵 我们不敢讲说我们 懂不懂逆转 或者是能不能逆转 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然后他在我诊间问完 态度是很好 可是我回去之后 我怎么知道会怎么样 他做了什么事情 那之后其实三个月后出现 我实在是吓了一跳 因为我不太认得他 所以汉克你这个时候除了你刚刚讲说有点头昏 还有心脏觉得不太舒服 对 然后在其他部分还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笑的事情 就是其实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所以为了要打蚊子 然后蚊子没有打到 结果打到自己的耳朵 然后就这样打下去 然后打下去 耳朵直接打下去 然后产生了很大的耳鸣 然后我就发现自己的声音有点听不见了 是喔 对 有点听不见 然后我有做过自己的听力检查 就是说其实我的耳朵还蛮不错的 可以听到16K赫兹 可是打下去之后呢 他很大的耳鸣之后 他现在已经降到14K赫兹这样子 OK 对 然后我就很担心 他担心说我以后这样十重怎么办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耳鼻后科 他帮我检查耳朵 是 然后他就只是帮我做一些简单的检查 然后跟处理之后 然后他其实发现我耳朵里面有卡耳屎 然后就把我耳屎给拿掉了之后 然后我发现我的听力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 还是会耳鸣 然后耳鼻尤科的意思就跟我讲说 你最好的状态就是这样子了 所以两边是不平衡的 不平衡的 这边就 这边能够听到比较高频 这边听到比较低频 就没有那么高频 那2K赫兹就是已经丧失了 OK 是 对 那还可以是要恢复它吗 医生就开一个通血路的药 就是说让我耳膜这样通过去之后 看能不能再恢复这样子 那吃了多久有效吗 没有效 是喔 对 吃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没有效 对 然后没有效了之后呢 我还是 那时候我心里面只能接受这状况 因为我知道 我就网络上爬片的文章 他说听力丧失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是 对 所以你丧失就是丧失 有意思是这样吗 听力恢复没办法恢复 这又有点像是脑中风那种的症状 怎么会这样一打就出状况 没有也跟他原来潜水服的后一症还是有关系 是 我们是不是他在这些的血管附近有卡了氮气 怎么样的 这个无从验证了 对 但是丧失就丧失了 对 也不能怎么样了 就像贝多芬他被打到他自己的左耳宝 我记得是左耳 然后贝多芬他就失冲了 是是是 对 我知道就是说 你听力上次是说不能恢复 那其实就很像我在听 其实我在听那个耳机的时候 听音乐的时候 是的 这边的声音呢就很清楚 然后拿到这边就会变得不清楚 然后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在做听力检查 那时候16K的时候 这里听得到 同样的我就把它移到我的左耳来 一样是听不到 听不到 对 然后我有跟刘医师讲过这个问题 然后刘医师他就在他们病理表面 小case 听不到叫小case 一切都逆转 一切都逆转 我就照着刘医师的方式去做 一样就是 近时 我从一周的 每天的一天一餐开始做起 然后大概一个月后 变成就是能够跟刘医师一样 48小时一餐 然后一样就是持续的 每周一定要333的烂跑 的那个跑步 因为这才是达到一个运动的剂量 在刘医师的书里面提到很清楚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剂量的话 等于这个就是没有用 对 所以我就一定要 我不想做无效的事情 不想做无效的运动 所以一定就把它达到 然后再就是持续的吃那个营养处方之后 结果我的耳朵现在恢复有16k左右 你有去做检查吗还是 事实上我是有一个听力的APP 它会发出那个 对 就是那个KHz 前后的那个频率的声音 对 其实有没有好你自己会知道 知道啊 对 有没有耳鸣其实是很清楚的 对 耳鸣就是很不对劲的感觉 说不上来 对 所以现在耳朵已经两边都算是平衡 如果要说的话 我觉得很奇迹的是 其实这边如果更仔细讲的话 能够听到16.5到17kHz左右 更好 这边的话 它是其实是已经回复到16k 有16k了 可是之前的16.5k 还没有回复到这样 可是我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这对我而言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跟奇迹 对 因为它就是 听力真的恢复了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 其实你会觉得自己 好像人生又重会有 重新得到乐趣那种感觉 因为你之前你听力上次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沮丧的 也是会觉得 怎么办 以后一边耳朵就会比较听不到这样子 然后包括自己以前 就是得潜水服病的时候 那些症状没有办法完全根治的时候 其实自己的心里面 其实说这有多开朗 其实还是都有因应的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早上刘医师之后 他其实帮我身体的 不只是帮我身体的逆转 他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是 他让我的人生又重新拾起希望 这种感觉 是啊 刘医师你的药里面 还带有希望 因为你到医疗院所 你怎么听这些医生 这些祭师全部都告诉你不可逆 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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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能逆转 不能逆转 一直跟你强调这个嘛 是 一旦造成伤害 神经的伤害 血管的伤害 就是不可逆 但是当你把这扇门关掉 那你就只能接受 我没有啊 我就是逆逆看 什么都逆转看看 我们所谓的奇迹就 就开始发生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的心态会造成你愿不愿意去 去push 追上门 结果用对的方法 对 推得开 什么时候又恢复到16.5K 这个都是存在的可能性 对 然后他每次回去高压 就是这样啊 就高压看看嘛 但是应该是不会逆转了 所以医生也是告诉你说 最多的状况就是在高压做完 原来有的还是有流程在 对 问题都一在 可是你现在这些问题 都已经完全确定把它解决掉了 潜水腹病的问题是完全都解决了 所以你是有犯过一次这样的病 还是 其实我自己的体质 是属于好发性的体质 就是说它如果按照潜水计划表 来去做潜水的话 包括适时的减压的话 其实还是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认 你不会得潜水腹病 然后大概会有百分之一左右 或千分之一左右的几率 我就是那个照潜水计划表去做 我仍然会得潜水腹病的人 就是那个中大众的 对 就是得到那个超级大奖的 所以你好了 你又有再回去 再回去潜水吗 其实我还是有在 因为好了之后嘛 还是会再回去潜水 因为那潜水真的是我的兴趣 也是我很热爱的事情这样子 可是潜了之后呢 我明明深度没有很深 然后我也能够就是很按照 潜水计划表这样去做 可是起来仍然就是会有不舒服 然后那种不舒服 我自己知道 那就是潜水腹病又好 又开始 又开始的那种情况 就是我讨厌 好像有一个东西又胀了起来 又让我头晕了 对 然后我的视力又模糊了 对 然后我依然就是得在进高一样 对 然后进高一样一样就是在找刘医师 那你这样来回 你走过几趟这样的问题呢 我其实我中潜水腹病 我中了三次 三次刘医师都把你医好 三次刘医师都帮我医好 而且帮了给我的建议 我就是持续的跟刘医师去做 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子 因为我也不可能再给到其他的建议 可是到第三次我就说 你还要再潜水吗 所以我 你就每做必中就对了 太容易中了 对 所以这也是跟体质 其实有它的关联度在 那你有这个耗法 那你又进去这个环境 那你会被火烧到 你又要去点火的话 了解了解 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看起来 都很好哦 所以那个你这样是二三十岁吗 还是 其实我是 如果以虚岁来算的话 我41岁 真的还假的 都是感谢刘医师的逆转 真的 所以它也有让你变得更年轻吗 还是开心度也会有帮助 开心度一定有帮助 对 因为我有很多事情 其实是想做的 然后当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来去支持我的时候 其实我做那些的时候 其实 你要知道身体不健康的时候 午夜梦回 其实都是会被干扰或者是纠缠的 对 然后你有了健康身体之后 其实你会觉得 你那时候才知道 健康是一切的根本 OK 就算我能够赚多少钱怎么样 可是我拖着一个病体 对 因为才40岁嘛 如果说那时候就有得这么多病 那未来根本就看不见 对 那汉哥你要不要提你最近的这个骨头 什么缺血性坏死 这听起来很可怕 你又有什么病 这个更精彩 这个是这样子 是什么问题 就是说其实在得到潜水腹病的时候 然后呢 潜水员最怕的就是一个叫做 抑压性骨坏死 也叫做缺血性骨坏死 那种东西就是说 其实你骨头里面还是有点微血管在跑 然后你骨头的微血管在跑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身体被氮气给堵住 或者是其他东西给堵住的时候 它氧气送不到那个地方 是 然后你骨头就造成坏死 所以你的骨头有坏死吗 我骨头检查出来有坏死 在哪里呢 在我的髋关节 膝关节 周关节 那然后呢 然后又给我丢这个来的时候 我就说 你是要做轮椅了吗 应该就是继续做轮椅不是吗 然后但是我听到的时候 我还是面不改色 我就说乱跑 继续跑 继续跑 好 那就 等一下 刘医师他都坏掉了怎么跑啊 我本来就不管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他只管跑不跑 然后他就乖乖地来参加 反正我礼拜二的烂跑团 他时间到就出席 然后就我们跑12公里 好厉害 我们跑12公里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少二三餐以上 二三餐以上 然后他来 那我们跑12公里都是一起跑的 所以我就咨询他12公里 免费的哦 就是一直跟他讲这些事情 结果我们就忘记 骨坏石这件事 所以你现在是骨坏石 然后跑了 我们到现在也跑了四五次 一次12公里 骨坏石 五六十公里了 好像测试完 对 他说他会有一点点痠痛嘛 正常人都会 都会啊 对啊 我就说我也会 我也会啊 那后来就过关了 所以他在你的生活上 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现在 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以前会怕 然后就是说在动的时候 其实他是会痛的 但是我知道就是很多 包括退化性关节炎 还是怎样的 有一句话叫用进废退 你用的话 他就会前进 就会进步 你越是担心他怎么样会坏掉的话 你越是不用他 他反而会退化得越快 然后刘医师就用他这种烂跑的方式 他依然跟我讲说就跑啊 跑到不能跑再说啊 然后我想说 好 那就跟着他跑啊 对啊 然后跑得很快 跑得很轻松 然后跑得 我们都在一路上讲冷笑话 然后讲完笑话 然后跑完了 12公里跑 我们就说我们好像也没流到太多汗了 对 感觉刚热身而已 刚热身 然后我们就这样开心的每个礼拜跑 对 后来就说 嗯 骨坏死 坏死就坏死了 这样也没有坏事啊 不然要认了人生黑白 然后以后轮椅推进来嘛 哇真的耶 结果没有把他 就是说 你如果 太把他当一回事 你说 哦 这样医生说了 这个诊断下了 啊 我没希望了 好了 我们以后拿拐杖了 完全没有这回事耶 你看 你这样看 这样 一个这么帅 这么棒 这个体格这样的人 那如果他没有讲这些故事 你知道他有这些诊断吗 哦 真的 所以逆转 其实有时候不是 诊断的问题 所以也不是老人的问题啊 逆转 就是 逆转他已经涵盖的 有很多嘛 你这里的逆转 当你有的时候 那汉克当然 会因为这些事情 听到 可能会沮丧怎么样 可是他寻求 的帮助是 正面的 很正面 他一来就说 刘医师这个 讲这个要怎么样 那我又 我听到我能怎样 但是 那这样就不能跑嘛 那这样就 进食就 克服不了 结果我们发现 进食 乱跑 营养 全部都可以搞定 对 真的好恭喜啊 真的 真的 所以说 你说任何的疾病一拿来 我们听了都 根本就是毫无头绪的 可是 逆转的一个原则上来 全部搞定了 真的没有看到 就是挡在路上的 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都知道 念过去而已 对 他们不管他 所以你的这个家庭 对你这样的身体变好了 他们一定也觉得很惊喜 他们会觉得 这太棒了 对 因为我本身的健康 如果回复了之后 他们在旁边 他们也看得开心啊 然后再这样说 其实我对我家人有 承诺过很多事情 然后 这些事情的话 我从小到大从来我就是 我有都说到做到过这样 所以也是一个自我管理 非常良好的 借着我们这个节目 因为最近在媒体上听到 Hank非常清楚的 有一群做台北捷运的工人 得到潜水附证 是 他们天天在高压仰 然后他们觉得 他们为政府 为国家 捐献他们的健康 可是 怎么进高压仰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你能不能跟大家 随私一下 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做捡运板南线的时候 像江子翠站的时候 他是在 他是走地下的 是的 然后在走地下的时候 就在地下挖洞 然后那边就会有一些地下水 会渗进来什么样的 里面都当狗狗 你根本没有办法施工 所以他们就用一种方法 叫做压力的工法 然后就在里面那个洞里面加压 加压之后呢 压力够了之后 水就不会流出来 他们就可以在里面配电线 施工什么样的 可能因为他们在那种高压情况之下 可能会是 又是一大气压 两大气压 以上的压力的时候 其实他们本身就是 承受身体承受了很大的气压之外 他们一样就是跟我们潜水员一样 就是呼吸的时候 其实呼吸进去的 氮气量 氧气量都是比平常人还高的 可是我们在潜水的时候有一套减压表 就是照着那个减压表这样 可以在一个五米左右的地方的时候 做停留 然后让身体适应那个压力 跟排除那个氮气之后再上升 可是捷运工人他们 他们就是做完了之后 直接就出来 他们的公投也没有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也不懂 所以这造成非常大的公安事故 就是说在捷运板南县那边的时候 就很多人都得了 没有潜水 但他也得了潜水伏病 对 然后他们 对 然后他们有很多也得到了骨壞死 然后那些骨壞死的时候 就是说他们上次比我更严重更多 就是他们有时候就睡觉的时候 像手这样举着 然后过了20分钟 就没有办法自己举下来 只要用自己的另一只手 把他扶下来 对 然后这件事情的时候 据我所知 他们的官司还在进行中 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也是就是说 做高氧做到一个极限了 我要先再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得了潜水伏病的时候 一定要进高氧治疗 等于就是说把你身体的氮气 那些给它排光排除干净 可是如果说当排除光 排除干净的时候 有一些医学上面 达不到的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你无法靠吃药 还是任何东西解决的时候 你拉给自己一个机会 自己一个希望 然后去做 去找一些医学之外的事情 比如说像我就会找刘医师 就是做营养的咨询 跟做他的逆转这一套 然后让我重拾我的健康 对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走了一圈之后 以前觉得健康都有 没有失去过 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可是绕了一圈回来之后才知道 就是说健康真的 是一切的分 真的太重要了 是是是 今天真的很开心 能够听到一个这么奇怪的病状 然后又影响这么样的大 你看像汉克才 那时候得到等于三十 四十岁不到 其实是今年 就今年就得到 今年对 所以你看四十岁 如果你要活到八十岁 那你想想看 你那个整个生活品质是 几乎是一塌糊涂的 对 这个人生也看不见未来 对 那既然现在在你的脸上看到的 好像是无穷尽的 对 非常的好 尤其四十岁就可以保持 对 汉克你还有摄影的这个 对 我本身是婚礼婚差摄影师 也是人像写真的摄影师 那我们也跟全台湾的朋友们 可以找汉克来 来摄影看 他这么样的开心 然后这么年轻 然后充满了活力 又有热情 要去哪里找这么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看 身体一好了 自然你很多事情 你都能迎刃而解 这就是我们基金会 最大的宗旨 希望把这个健康 变成一个快乐的世界 那今天很开心的 能够看到汉克来帮我们 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的事情 那我们下一次呢 有空我们再邀请你来 一起来 我们来一起去跑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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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